健康加财富 知足就是福 大家好 欢迎再度来到邱振宏谈健康 今天我们要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 他说他有甲状腺功能低下的现象 他问我说 是不是这样就一定发胖 他说他五年内胖了15公斤 那么清卡厨房代餐对他会不会有帮助 我们首先要知道 如果甲状腺的低下已经低到 我们讲说一个低限值的下肛 那当然这个时候 应该要找新陈代谢 内分泌科的医师帮你治疗一下 要补充一点甲状腺的荷尔蒙 不然的话 会有一些身体的问题出现 因为这个不是今天的话题 所以我就略过 那么如果你说的是 在正常的范围高低 限值中间只是偏低 那这样的情况底下 暂时可以不用找 这个医师来开甲状腺抗尔蒙给你 可是呢 区医师给你一个建议 让你能够从生活当中 一些小小的改变 来让你的甲状腺术能够有机会增加 那你就比较容易瘦了 对不对 那这个改变是什么呢 就是冷刺激的原理 举例来说 你就可以去游泳池 不管冬天或夏天都可以 冬天当然吃水是冷的 夏天虽然是温水游泳池 它温度还是比你的体温低 那么你一个礼拜就泡个一次或两次 你不用下去一直游泳 你只要在池水里面泡个30分钟 一个礼拜一次或两次 你呢 慢慢你的甲状腺术就会增加 这是什么原理 这就是利用低温的刺激 让我们的甲状腺术增加 因为医学研究发现说 人在低温的环境呢 甲状腺术会提升 在寒代地区的人 他们进到天能的时候呢 有时候甚至啊 这个新陈代谢的这个能力 会提升50% 那这个提升就是靠着甲状腺术的增加造成的 甲状腺术增加以后 肌肉的产热就会增加 肌肉的产热就是从燃烧脂肪来的 这样就可以帮助你减肥 所以我给这个朋友的建议说 你呢 稍微利用一下冷刺激的原理 在不要感冒的情况下 帮助你增加甲状腺术的分泌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清卡厨房的代餐对你会不会有帮助呢 当然会有帮助 但是我先再重复一下 如果低于低限值 对不起 一定要找医生治疗 如果呢 是在高低值之间还算正常 那么呢 这个时候因为你代谢比较慢嘛 你用这个清卡厨房的代餐 当然了 你的食物当中热量减低 你还是有机会更瘦一点 只不过是要更努力 因为你代谢不好 即便热量降低 因为你不需要那么多热量了 所以呢 好像还是一样不太容易变瘦 所以这个部分呢 要请你更加的努力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今天呢 回答的就是说 甲状腺低下 是否可以用清卡厨房的代餐来减肥 还有就是说 有没有办法借由生活上的改变 来 这个让你有机会更瘦一点 如果各位觉得我们今天内容喜欢的话呢 就在我们的这个影片下方按个赞 然后分享 而且呢 要按小铃铛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第一手的讯息了 好 今天呢 就先跟大家谈到这边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